尊敬的悟道师父慈悲 尊敬的悟行师父慈悲 尊敬的诸三长老 主耶法师 主耶大德 护法门 居士 大家早上吉祥 阿弥陀佛 感谢我们悟行师父 给我这个姻缘 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师父上人金空老和尚 多次到印度尼西亚 一些姻缘的故事 来给大家分享 如果有讲到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原谅 因为我很紧张 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在台上讲话 再加上 再加上 以缘的关系 我来自于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的人口呢 两亿七千多万 有一万两千多个岛 大家应该有印象 最有名的就是巴厘岛 有六个大宗教 一千三百四十个宗族 有七百一十八的 一元 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也是属于多元文化的国家 师父上人多次 都到印度尼西亚 我也接待很多次 师父叫我讲一讲 让我最 因生最 最深刻的呢 是在哪一段呢 那我就跟老和尚 还有什么姻缘呢 今天在这个地方 顺便给大家来讲一讲 我这一生能够追随 跟着老和尚的学习 是我正确的选择 也可以说 这一生都有福报的 2004年 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 晚上九点多 我师父呢 打电话给我 叫我赶紧回来 印度尼西亚 因为有一个大会 要举办 欢迎我们师父上人 金空老和尚 到印度尼西亚 来赠送大藏经 所以 请我赶紧回来 那个时候啊 其实呢 是我出家姻缘的到期 什么意思呢 我的出家的姻缘 是因为母亲往生 所以 心里很难受 都在新加坡住着 因为母亲 没来得及给她 对于报答养育之恩 所以心里很难过 有一次呢 我师父给我一部地藏经 读了地藏经之后呢 非常的感动 后来发心出家 但是那个时候啊 只发心五年 五年之后 我就要准备还俗了 没想到那天晚上 我师父打电话 叫我回来 要举办这个大会 但是 那个时候呢 我就跟我师父讲 镜中的道场这么多 为什么要在我们道场 办这个活动 再加上 那个时候 对师父上人 有点偏见 然后师父啊 就跟我讲一句话 佛陀的教会 有各宗各派的 但是都是一家 我们应当要互相的互斥 而且这一次的活动 是非常之大 要赶紧回来 那回来我们就举办了 举办这个 请这些住三长老 政府人员 各宗各派的 而大众的反应啊 非常好 因为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啊 有几千人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大藏经 一步一步的 去用佛号去绕佛 然后把这一部大藏经 送到大殿里面去 用这种感恩的心 用那种感恩的心态 来表达 对老和尚的敬爱 那在中间啊 老和尚有一段的开示 我为什么到现在啊 还以这个身份 老和尚有一段的开示啊 内容讲的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的重要 老和尚讲 要把佛陀的教诲 的经教 变成我们的思想 我有没有做到 没有 老和尚又在讲 把佛陀的教诲 变成我的生活 我有没有做到 没有 把佛陀的教诲 变成能够落实在 处世待人接物 我有没有做到 没有 那么我今天 以什么样的恩德 来报答母亲之恩呢 所以那个时候啊 我就跟我师父讲 我要再继续出家 但是有一个条件 我要到台湾 学习老和尚的经教 但是那个时候 有一个障碍 就是语言的障碍 那怎么办啊 可能 霍菩萨 加持 让我认识了悟行师父 给我这个机会 在台南进宗学会 写这个语言 老和尚 老和尚所讲的经 我们能够听得明白 老和尚所讲的书 我们能够看得明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要感谢我们的悟行师父 给我这个机会 所以 这个就是 我这么多次 在印度尼西亚 跟着老和尚 也学到很多东西 但是在这一次当中 让我最大的 深刻最深的 就是让我学到 出家的意义 要放在 什么样的地方 所以 今天 我借这个姻缘 跟大家来分享 今天印度尼西亚 能够有这样的 姻缘殊胜 就是因为我们 师父上人 金空老和尚 对我们印尼的关怀 的关心 所以 在这个地方 鼎立我们 师父上人 鼎立我们 师父上人 金空老和尚 顺便最后 也给大家 来报告一件事情 因为印尼 对于国语的 姻缘的关系 我们也发愿 希望能够把老和尚 讲经 所有的经典 能够翻成中文 让大家 能够多认识 大乘佛法 因为印度尼西亚的佛教 百分之八十 都是南传的佛教 希望能够多认识 希望能够多认识 这个大乘佛法 尤其是净土法门 希望我们这一生当中 能够闻到这个法门 闻到这句名号 然后呢 得身净土 跟老和尚 在西方级的世界 团圆 成道 将来 独化众生 最后啊 谢谢大家 谢谢悟道师父 谢谢悟行师父 给我这个姻缘 最后 老和尚常讲的 我们要听话 老实 真感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